美女 哇 干嘛好美啊 天天很漂亮啊 我是全交河轮的东大类区的李景辉 他是这个主席 我就是帮助他 其实四海同村 我是老河桥的 都有40年了 其实中国中府桥人每年都很关心我们海外的河桥的 其实我每一次四海同村 跟这个中国群对不对 我们都很亲情中和 都应该很感谢我们祖国 没有忘记我们这个海外的游子 其实我们在这里 各个安居乐业都蛮好的 但是得到我们五国的关怀那一点 我们应该是很感动的 四海同村 是乔轮高先生指办的 他曾经19年的五月份就联络了我们全交河轮 王达来区 开头我们还在讨论到要不要协作这个 我也是王达来区其中议员了 我就跟中先生说 为什么这么好的 我们的母国这么支持我们 这么甘怀我们在海外的游子 我们不支持呢 所以我们 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多伦多的华原和桥 是应该一个荣幸来的 影响到这么高超的意识 这么高的文化 还有得到我们母国的 关怀的一种爱 我们是不是应该很响应这些才对啊 所以就是我冬初为什么 跟你说马上要去做呢 我就是不算一个桥林 我只是一个商人 一个奸商 美心红臭的奸商而已 OK 但是我们爱加拿大 不要忘记了 我们还有母国 我们很多人都说什么不好 什么不好 我们对母国好过没有 未免自己就够了 就希望各位同胞大力支持吧 更加期望现在我们中国跟加拿大政府 和我们民间多点互动 好像高先生跟医生姐一样 他们都很努力很努力 特别高先生 刚才他就说了今年一年的活动 就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交流 不断的 运营不断的引进了加拿大 这个对中间交流很有效的 刚才我讲了 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如果中国好 我们在加拿大的国民都好 独立是 独立最好的还是我们 所以我们还是 一定要努力支持我们祖国 我们祖国在多人多的文化 希望大家努力支持 好 謝謝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